歡迎您吃一碟 哈囉 台灣 我是張家如 淑麗早安 嗨 家如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淑麗 你今天去哪裡啊 我沒有看錯吧 你是在一處水田裡面嗎 沒錯 家如 我現在呢 深陷水田的泥沼當中 想拔 也拔不出來 這裡 這裡到底是哪裡 我跟妳講 為了介紹今天 我們氣象趴趴夠的 好農產品 好物 我今天可是穿了青蛙裝 親自下了水田 家如 你知道我要介紹什麼嗎 這是什麼 因為我烤肉才剛烤過 這個是腳白筍對不對 沒錯 哇 中秋節還沒到 你就已經烤肉了 你的手腳很快喔 沒錯 今天呢 淑麗啊 就是要來介紹呢 這中秋節必烤的 而且呢 是烤肉的好涼拌 就是咖啡筍 說到的腳白筍 大家都知道囉 台灣啊 各地啊 都有腳白筍 但是埔裡的腳白筍 是蓋出名 蓋好價 那麼到底為什麼 口裡的腳白筍會這麼的好吃 來... 就要請到 負責管我們中台灣南投這邊的 水保局南投分局的成分局長 謝謝 瑋莉塔 你今天變成青龍了 對... 說實在 謝謝 這個當農民的辛苦 對氣象趴趴夠我最知道 以前就要來了 以前就要來了 而且要採收腳白筍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看我們的裝備就知道 對 你看我 我連拔都拔不起來 還要行走在這水田裡面 很辛苦 採這個腳白筍 說實在 回歸正題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保留你的腳白筍 會這麼兩千的地 最多的地方 我們全國腳白筍的種子面積 有2000公頃 不過在埔裡就有1700公頃 2000公頃 這裡就有1700公頃 所以大部分都在這裡 那幾乎八層九層都在這裡 是... 尤其你在現在這個位置更厲害 這裡更厲害 這裡是埔里的一新里一新社區 對 今天來的 是我們埔里的一新里一新社區 這裡還很厲害 為什麼 這裡面 你看那裡面就知道 它非常的自然的一個水質 埔里的水質最好 所以埔里粗美女 而且 這個最好的水質 種出來的這個腳白筍 它這裡是 尤其是在這個區域附近 用有機栽培 有上根做的 有機的 這有機條件很嚴格 來看看 說到有機 你看 我們這邊都是浮瓶 而且 浮瘦羅 到處都浮瘦羅 來... 浮瘦羅 我這邊 我這邊就有好大一個浮瘦羅在這邊 它裡面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叫白羽 等一下要介紹給妳知道 台灣白羽 是喔 非常厲害 聽說富裕這整個一新里一新社區 這有機腳白筍 是一個很厲害的人物 對 沒錯 才有辦法弄出這麼鮮甜 多多汁甘甜的腳白筍 聽說它不只百大神 這個青龍 對... 而且還有什麼英雄 可是我們的農村英雄 第一屆的農村英雄 到底是誰呢 我們趕快請他出來吧 來... 嗨 宥晨 漂亮 被舉掌照 早 早...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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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漂亮 妳好 她是女生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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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我們的農村英雄 對 上次還去代表我們去日本 跟日本的農民做交流 對 宥晨 你好 嗨 兄弟好 你如果是吃這裡喝湖裡的水 吃湖裡的腳白筍 才可以長得這麼美嗎 是喔 來... 我是吃腳白筍長大的 你是腳白筍長大的 對啊 腳白筍就像我第六年 就像一個兄弟小孩一樣 土生土長的一心人 對... 其實我們宥晨是一心的女兒 你看她外表是這樣 清清秀秀 柔柔弱弱 我告訴你 推動整個一心的有機農業 還有我們的有機腳白筍 甚至還富裕了 瀕臨絕種的魚類都刻意了 你知道嗎 我給你一回給你吃看看 這樣喔 我想吃 你有機跟非有機的腳白筍 差在哪裡 這你剛剛採的喔 對... 我給這兩機更好 來... 很棒的最好吃 我看你跟我也差不多 體重也差不多 我走在這個水田裡面 根本都走不動 你有辦法在一下子的時間 採這麼多腳白筍 我們5點多就來了 5點多就來了 你看很棒的 一層一層的剝開 真的很棒 像那個... 像女孩子的小腳一樣 跟屬於你的腳一樣 大塊漂亮啦 所以腳白筍又叫做 美人 你吃看看... 但這個不洗呢 不用洗 我們這裡比較有幼稚的 像我們這裡可以這樣吃 所以你這樣找天賣出來 這樣拌拌可以直接吃 對... 你先吃這個 好... 沒有問題 你吃你沒辦法 我把你沒辦法吃 對... 其實全台灣走透透啊 其實我也介紹了不少有機的 農產啊 但是有機條件很嚴格 非常嚴格 我特地把我們分局長選 這隻更大隻 更大隻 真的是像腳白 只有這裡可以生吃喔 只有這裡可以生吃 來 你吃看看 好脆 有吃到有沒有 好脆喔 對啊 有的人說吃出來 給你先吃看看 看誰的 很清甜 有沒有甜甜的 對 真的好甜喔 而且好嫩 好嫩 完全不夠 我們爸爸的期待 如果肚子餓就在這裡吃飯 最適合不用吃 就是邊採腳白筍邊 對... 真的太清甜 太好吃了 來... 我們趕快喔 這個有機的腳白筍 一定要好好為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你從事這裡的有機腳白筍 這樣的耕作多久的時間 其實我是從小時候就開始了 對... 所以從國中 高中 一直到家裡都做腳白筍 我們這裡有機的腳白筍 差不多在一星 總共有多少片雞 大概50公頃左右 現在已經50公頃了 對... 而且這裡常常跟所謂的白魚 連結在一起 所謂白魚到底是什麼魚 來... 它是二級的保育魚類 白魚它是二級保育類的 而且是台灣白魚 所以台灣只有四條稀有 其中三條就在我們這周邊 這個小野溪 所以這小小的魚 這個就是台灣的白魚 對... 台灣特有種 1985年經過全部調查 全台灣只有四條稀流有 總共只有剩下600條左右 本來只有600條 對 經過你這幾年的富裕這樣多少了呢 若不是說因為去年的魚災 差不多現在4500條 這麼多 從600條 變成現在至少有4500條 45千條 對... 這等同於我知道 櫻花高穩貴的概念 差不多一樣珍貴 對... 也就是說這個白魚一定要 它的生存條件一定要怎麼樣 它是要非常乾淨的水質 有汙染 無農藥 無農藥 沒有汙染 還有辦法生存下來 它是環境的指標 所以今天在這個白魚 還有再加上我們的有機的角白筍 在在就是要告訴大家 說實在的 這裡的角白筍是完全天然有機 而且大家可以放心的 對 事實上祐辰也很用心 你看她一個女孩子 結合社區媽媽的力量 妳也做得很明顯 角白筍來泡產 對 角白筍來泡產 可以吃嗎 來... 要把它用下去 對... 妳結合了社區媽媽 做了這些 這個是什麼 來介紹一下 前面這個是角白筍的泡菜 角白筍的泡菜 角白筍可以做泡菜 對... 為什麼你會想到要做角白筍的泡菜 因為泡菜對我們的產外蠕動好 再來有我們家鄉的味道 以前阿嬤都主要 我來試... 釀釀 釀釀 一些客家的農產品 是... 角白筍是我們在地的 很好吃 對 它就是一個帶樓雞 他帶樓來就可以 一些遊客就可以來這裡去訪 這角白筍泡菜真好吃 我覺得吃了這個角白筍泡菜 味道 你也不需要去買什麼韓國泡菜 對啊 才會配麵就很好吃 真的配麵 真的超級好吃 我看這個這樣配 我們三碗麵也吃麵 有 還會有的 除了這角白筍的泡菜 這是百香果跟角白筍的結合 百香果 叫百香美人 跟淑莉一樣的美人 吃了之後就像淑莉一樣 也是美人兒 然後我們來吃一下 它是甜的 事實上我們... 百香果的香味 對 其實我們今天剛好 把埔里兩大最重要的農產 結合在一起來 是啊 因為埔里的角白筍 跟我們埔里的百香果 都是全台灣 產量最多的 產量最多的地方 所以你就把這個百香果 跟角白筍做成了 百香果角白筍泡菜 是 這現在要買到嗎 對啊 而且... 在玻璃或日本樓都可以買到 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都是素的 對 都是素的 都是素的 你沒看得到嗎 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其實如果說 大家要來 這個也是可以DIY的 對... 尤其中秋節 我們朋友的帥哥 一直在烤角白筍 來喔... 有機的角白筍 烤角白筍 這裡有行好 好... 你看看有機的烤角白筍 我們中秋節最棒的 希望大家中秋節一口肉一口菜 那最棒的而且最健康的 就是我們的角白筍 很燙的最好吃 很燙的最好吃 而且是有機的喔 好了 趕快囉 導播又在提醒我 要補起上了 我們先來看看 天氣上來說 其實現在的天氣很好 但埔里這邊陽光都露臉喔 但是下半天天氣就會有變化了 我們趕快從衛星雲圖當中 就要告訴大家了 前兩天秋老虎發威 你這裡會暖嗎 很暖 很暖 尤其昨天高壓最強 那個秋老虎昨天最兇 昨天光是台北的高溫 就來到了36.6度 那麼另外像是花蓮 甚至也有37.3度的高溫 不過像今天上半天天氣都不錯 但是從衛星雲圖 你已經可以發現 大陸那邊已經有封面行程 而且今天封面逐漸在接近 封面前的不穩定 就容易讓今天的下半天 午後雷震雨的現象 格外的明顯了 那麼所以昨天高壓整個籠罩 長都沒了什麼好 只有在台東那邊下了一點雨 清晨的時候也因為東南風 恆春半島這邊有點雨 但是今天要呼籲大家注意 午後雷震雨的現象 我們從雨區預報當中 就要特別提醒您了 尤其今天午後雷震雨的熱區 包括了幾個地方 尤其是在北部 像是大台北地區宜蘭 還有基隆跟花蓮 今天是平地山區都有機會下 午後雷震雨的 那麼南台灣來說 在整個嘉義以南的部分 也是平地山區都有機會下 那麼至於其他地方 就是以山區為主了 那麼未來這幾天的天氣變化來說 今天禮拜五是封面接近 那麼在明後兩天 尤其禮拜六封面就要來報導了 那麼因此包括了北部東半部 整天斷斷續續都有雨 那麼這個雨要下到什麼時候 預計要下到禮拜一的上半天 那麼禮拜六的晚上 禮拜天的上半天 雨是最多最明顯 不過下下雨就可以消消暑氣了 因為東北風增強 所以要注意喔 在禮拜六禮拜天 尤其清晨的時候 就格外的有涼意了 那麼另外在中部地區 這封面的影響都算是比較小的 在中南部看起來不下雨的時候 陽光繼續可以露臉 但是午後雷震雨就會比較明顯了 那麼在中南部地區來說 降雨在禮拜六禮拜天 平地跟山區是都有機會下 不下雨天氣還是相當的悶熱 預計都有34到35度的高溫 那麼南台灣跟中部地區也是一樣喔 上半天天氣都還好 不過因為風面影響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東北風 所以南台灣 其實午後雷震雨在週休假期 也會變得比較明顯 那麼山區近山區 甚至不排除局部會有較大雨勢 同樣的早晚在這個週休 都是格外有涼意的 那麼東半部就跟北部一樣囉 從今天下半天晚上開始之後 漸漸的天氣就會逐漸的不穩定 那麼禮拜六禮拜天 在東半部都是會有 斷斷續續的降雨 甚至不排除 在基隆北海岸到宜蘭之間 局部是會有大雨的 所以都要看起來天氣有變化 但是這個週秋假期 正說你還沒有安排旅程 你不知道要去哪裡的 我們的分局長還有我們的宥辰 要告訴大家有個好玩的地方 對不對 對 沒錯 你看 就來我們一星社區吧 在這邊我們可以做 腳板損的這個農事體驗 有半日遊跟一日遊 半日遊跟一日遊 全部都自己想好了 你也在體驗太空漫步 還有體驗太空漫步 就像剛剛鼠立那邊 整個腳都拔都拔不起來 太空漫步 是... 所以今天來到我們一星社區 見識到埔里的好山好水 尤其沒想到有機的腳白水 這麼多汁啊 還買得對嗎 對啊 還有喔 對啊 很多汁人 對 有機很少對不對 很少 非常非常少 很辛苦的 很辛苦對不對 對... 所以大家手腳要快囉 那麼在7點20分 我們除了介紹我們的 半日跟一日遊城之外 還有DIY喔 對... 超好玩的 所以記得喔 今天的氣象趴趴夠 一定要鎖定 追隨著鼠立的腳步 來到我們埔里的一星社區 來踩什麼 腳白水 再把時間交還給家安如囉